我告訴你 因為我們要讓號碼有空號 你可能就是口感那麼多嘛 你好 我來幫你處理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傷口好不好 這是剛才的傷口 你們為什麼這樣子啊 你要追還我嗎 醫院裡穿話上衣的婦人 情緒激動拉高散門 罵個不停質問空號那麼多 為什麼就是不讓他們先看診 先生我來幫你 你快來吧 這樣可以啊 坐在輪椅上的先生 似乎也不太高興 推的輪椅就要離開 護理師上前攔助說 先幫你處理傷口 但他嘆喊不用了 殺到一旁的護理人員 你可能我這樣子嗎 面對婦人的大聲質問 護理師保持冷靜也不斷安撫 事情發生在10號上午 嘉儀一間醫院 一對夫婦從雲林下來看診 認為看小傷口不會太久 沒想到等不到 叫著車還在樓下等 才會忍不住破口大罵 阿你要換你就要化急診嗎 你要給人家插隊誰要 排隊這個是大家空比起見 身上巴士的車子要急著要催你走 你要去跟你的那個車子講一下 路標影片被一旁其他民眾拍下 撲上網為醫護人員報不平 但院方體諒病患狀況也不願再回應 看診排隊等太久 情緒難免受影響 但當眾大聲質問的場面 也是誰都不願意看到 記者後果溫理呈現嘉儀報導